但是台湾的立委补选现在大陆前 民运领袖吴尔开西昨天是在脸书上宣布 他要参加的是台中市的立委补选 而且他已经在台湾住了18年 所以合法取得了备选举权 还说这次想参选是被柯文哲现象给鼓舞了 一双浓眉大眼吴尔开西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决定参加台中市的立委补选 在面对大陆的时候 我这个住在台湾的大陆人是跟台湾人站在一起 是我这一次决定参选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很大程度上受柯批的鼓舞 很大程度上觉得台湾今天已经到了 老百姓不再仰仗不再仰赖这个蓝绿阵营 不再仰赖过去现在已经被老百姓看得很清楚 就是失灵的代义政治失灵的政党政治 从此有大陆国籍年轻时还是六四的民运人士 沃尔开西在柯文哲身上看见机会与希望 同样是六四民运领袖的王丹人也在台湾 目前在清华大学教书 在得知沃尔开西要参选也在脸书上表达支持 这一次沃尔开西站出来争取台湾人认同 我人在台湾住了很久住了十几年 我走在包括中西七街头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族群什么这个这个什么 我接纳我的这个问题分本省外省 那这种恶劣现象我说实话我在台中没有感受到 跳脱蓝绿主打第三势力 没有政党与财团背景 沃尔开西要和选民讲道理 即便身份敏感还是想要走出一条路 欲电TV千字明 彭婉欣 台中报道